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年的神中科 《燃亮世界》千人报导师运动见证集 今天是4月18日 题目是《最大的成就》 全心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 今天的见证来自达里奥西纳格普洛 他是菲律宾总校区第44届报导师 在你生命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是拥有一间豪宅还是一辆豪车 还是达到你事业的高峰呢 又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成就不同的定义 但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就是服侍主 感谢上帝派了我和我的宣教伙伴 去到菲律宾北三宝岩省的聖诞干 那里是一个很美丽的宣教区 这个小镇来市中心 約3-4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不单有支持我们的教会成员 也有非常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教会领袖和同工 我很高兴回应了服侍上帝的呼召 在宣教区最后一个月的经历 考验了我们的信心 但是也强化了我们的信念 我们想举行一场报道会 因为这样我们向全道区的牧师尋求协助 但是因为他个人的行程非常忙碌 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非常明白牧师的难处 但是仍然是感到沮丧 因为我非常渴望可以举行这样的聚会 因为这样我向上帝祈求指导 我祈求祂派人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计划 上帝没有令我们失望 祂派人来协助并且支持我们的计划 结果我所期待的报道会终于都举行了 在圣经研讨会的第二个晚上 有一个教友来到会场的时候 注意到有两个高大的男子 一个身穿着白色的袍 另一个就穿着一件衣服站在门口 他以为那两个人是同我和我的伙伴 就急急忙忙地走去他们那边 但是当他去到他们站的地方的时候 就发现那里空无一人 只剩下他自己 他为了这个事情反复思考了很久 直到他断定那些人一定是天使 这位教友坚信他们是天使 并且为这次的相遇 向上帝祈祷并且献上感谢 他也很感激我们选择他的地方 作为报道会的地点 在活动结束的时候 有29个人透过圣灵的力量 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 我可以证明 帮助人遇见耶稣 并且接受耶稣 是人所能够获得的最满足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 这个不单是最美好的感受 也是我今生最大的成就 所以只要将自己完全献给主 他就会赐给你同样的经历 甚至更加多 今天的神中课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